看不见的福报 阿敏的母亲从年轻的时候便学佛 阿敏小时候听得最多的 便是母亲对其要一心向善的教导 阿敏,行善中是会得到福报改变命运的 虽然命是天生的,但运却是可以改变的 所以以后您要物以善小而不为 物以恶小而为之 多做善事,不要做恶事 嗯,妈妈我知道,会听你的话的 由于他从小便被灌输了这种积德赔福的思想 因此他长大后处处行善 认识他的人都称其为善人 有一天阿敏走在野外 不远处是一座老式的吊桥 阿敏正朝着吊桥处走去 突然不远处传来了一阵孩子的喊叫声 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寻声望去 举荐几个孩子 好笨呀 正为这只脏兮兮的小狗 丑八怪,给我站起来坐一 快点,你听到没有 我看你这就是一只傻狗 不但长得丑,而且什么都不会做 你这只笨狗,看起来就知道智商不足 小狗惊恐地躲闪着,并发出一阵呜呜的哀叫 小鹿此时也捡起石头,尝那小狗丢去 笨狗,傻狗 住手,不要打他 这是我家的狗,我想打就打,你管不着 你看他多可怜啊,你们怎么能忍心这样对待他呢 这只狗是我们的,你若想他不受欺负,就挽下来好了 对,你把他买下来,我们就不欺压他了 啊,真可怜,好,这只狗我买了 就这样,阿敏掏钱将这只可怜的小狗从那几个孩子手里给买了下来 走,我们用这些钱买糖吃 真没想到,还会有人买那只傻狗 也多亏了那只笨狗,我们才会有钱买饼干 阿敏看着孩子们走远,便蹲下身来 轻轻抚摸着那只趴在地上 因受到惊吓瑟瑟发抖的小狗 小家伙,不要怕 以后没人会欺负你了 来,跟我一起去那边的市场吧 我们买一些东西,然后就回家 就在阿敏抱着小狗准备朝吊桥那里走去时 他怀里的那只小狗却显得焦躁不安 他不断扭动着身体挣扎着 小家伙,你不用担忧了 放心,有我在,没人会欺负你的 到了市场,我会买一些食物给你吃 然而他怀里的小狗被阿敏紧抱着,无法挣脱 他显得更加焦躁不安 突然一扭头朝着阿敏的手臂就咬了一口 哎哟,好痛啊 小家伙,你别跑啊 很快,阿敏便追上了那只小狗 并再次将它抱起 这时候,经过的阿刚沈看到抱着小狗的阿敏 以及阿敏手臂上被咬的伤口,非常吃惊 哎呀,阿敏,你的手臂怎么受伤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嗯,刚刚被这个小家伙咬了一口 被狗咬伤可不是闹着玩的 那你赶紧去打狂犬疫苗啊 这只狗是谁的,一定要让它的主人给你赔偿 我现在就是这只狗的主人 它一定是受到了惊吓,所以才会咬人的 它都把你咬了,你还替它说情 阿敏,赶快去医院打针吧,可别耽误了 好吧,我这就去 当医生得知小狗咬伤它的经过后 也愤愤不平 阿敏,你整天说行善是会得到福报,改变命运 可你今天好心救了这只小狗 但它却忘恩负义地咬你一口 你说,你行善的福报在哪里 说真的,我救它的时候并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回馈 只是见它那么可怜 我有义务,尽自己的能力去帮助它 可是结果呢,反倒被它给咬了一口 哎呀,好痛啊 你看吧,你受这个罪可全是因为这只小狗 不好了不好了,出大事了 赶快去协助急救,那里需要人手 发生什么事情呢 房外的那座吊桥突然塌了,有不少人掉了下去 伤者刚刚送到急诊室,赶快去帮忙啊 啊,好,我这就去 天哪,如果不是被小狗咬了一口 我应该也上了吊桥 如果是那样的话 天哪,真是不敢想象啊 这么说,小狗咬了我,其实是在救我的 经历了这件事情后 阿敏逢人便会将自己的经历说出来 以劝人向善 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人都热衷于行善 每个月,他们还会一起去渔市 购买一些活鱼到河边放生 哎哟,阿敏,你今天放生的这只鱼 体型可真不小啊 好大的一只鲤鱼啊 阿敏,你买这只鱼不便宜吧 都是生命,哪有什么便宜和贵的区别啊 今天我在鱼室里看到这只鱼后 觉得它非常有灵性 于是便买下,带到这里放生 有灵性? 阿敏,你是怎么看出它有灵性呢? 在鱼室,当我第一眼看到这只鱼的时候 它也看到了我 接着它便将头从水里伸了出来 然后嘴巴一张一合,似乎是在和我说话一般 我想它一定是恳请我救它性命 真的吗?这只鱼真的有这么灵性? 其实万物都有灵性的 好了,我们赶快将它们放生吧 说着,它们便拎着装鱼的水桶往前面走去 大家以后小心一点啊 可千万别再被抓了 走吧,回家吧,你们自由了 阿敏此时也弯腰 将装着鲤鱼的水桶倾斜倒入河中 然而就在阿敏放走这条鲤鱼后 站起来时却不小心脚下一滑 掉进了河里面 不好了,阿敏掉下去了 快来人帮忙啊 救命啊,救命啊,我不会游泳 阿敏,别怕,我来救你 多亏阿尺相救,阿敏才得以脱险 或许是因为受了惊吓 也或许是因为落水着凉了 回到家后的阿敏便病倒在床,高烧不退 今天真是奇怪 阿敏好端端的怎么突然掉进河里呢 是啊,今天我们明明是做放生行善的事 原本是得福报的好事 怎么会落得这个下场啊 可不是嘛,阿敏听天说 行善终是会得到福报,改变命运 可是怎么会这样啊 就在这时候,一阵开门声传来 俩好友一起扭头看去 只见阿敏的母亲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阿敏,我的阿敏,他怎么了 啊,脸怎么这么红 阿敏,你怎么了 阿姨,你别担心,阿敏他刚刚睡着 哎呦,他发烧了 是的,不过他已经吃过药了 睡一觉后就会好起来的 上天保佑阿敏平安无事 阿姨,你怎么突然来找阿敏啊 我昨晚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啊,你是谁 我是阴间的使者 阴间的使者 哎呀,那你怎么会来找到我呢 难道我的阳寿已经 不是的 你平日里乐善好施 基下的福报足以让你健康长寿 我这次是为了你的儿子来的 啊,我的儿子 阿敏他怎么了 按照命数 你的儿子将在明天溺亡 菩萨知你平时乐善好施 所以便派我来先通知你一下 啊,我儿子阿敏明天会溺亡 不行,我得救他 这是他的命数 你改变不了的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 大慈大悲的底三王菩萨 求您保佑一下我的儿子 母亲在那里虔诚地念着 突然眼前场景一患 接着,地三王菩萨出现在眼前 啊,地三王菩萨 求您救救我的儿子啊 你儿子平日里行善积德 明天的灾难一定会躲得过 你就放心好了 这么说 若阿敏平日里没有广作善事 那今天很可能就会淹死在河里 这样说来 他虽然掉进河里着凉发烧了 但是却保住了性命 这其实就是众业轻报啊 就在这时候 躺在床上的阿敏缓缓地睁开了眼 阿敏,你醒了 妈妈,你怎么来了 我昨晚做了一个怪梦 很担心你 所以就赶来看看你 现在你感觉如何呢 刚才我也做了一个怪梦 你梦到什么了 我梦到了地藏王菩萨 他和我说 某年某月某日 我本来出车祸被撞断腿 但是因为之前做了很多善行 那场灾祸被取消了 今年某月某日 我本该从吊桥上跌落下来 造成终身残疾 但因为救了那只小狗 躲过了这场灾难 而今天 我原本是应该溺亡的 不过因为我平时放声行善 因此只是落水着凉 病了一场 原来如此啊 平时我们做了善事后 并没有觉得得到什么福报 其实并不是我们没有得到 只不过是自己不知道罢了 是啊 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 以后还得继续做善事 积攒福报啊 没错 福报很多时候是我们看不到 觉察不到 但并不能因此而动摇 我们行善的信念 是的 没错 经历了这些事情后 大家更加坚定了做善事的决心和信心 因为他们心知肚明 自己过着平安生活 看似普普通通 其实都是行善累积下来的福报 再替自己挡灾避难 逢凶化吉啊